亚太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凯日前以游客身份入境香港被拒绝后 香港多个记者团体和民主派人士促请香港当局公开解释 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持续不断 一个星期内广州 湖南 福建 湖北等地的家庭教会都受到不同形式的逼迫 有涨就有跌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跌势 以深圳尤为严重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就请听今天的亚太报道 四川阿坝一名藏人11月4号自焚身亡 遗体去向不明 外界推测 再度有藏人采取极端行为并非偶然 可能与本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关 今天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在日内瓦审议中国人权状况 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表示 在会议前夕再有藏人自焚 难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阵子中国政府在四川的藏区和其他地区来 比如说强迫藏人的屋顶要刮中国国企 还有不允许进行一些宗教性的活动 他本人在自焚过程中的口号是三句 西藏直升记者端云表示 藏人以极端方式表达诉求是因为有所期待 另外一个诉求 他本身透过自焚这么极端的方法 意思是他没有其他的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表达他的诉求 所以他只能自焚 希望引起一定的关注 诉求的话很清晰 他本身采取这么惨烈的手段 就已经很清楚证明他没有其他可以正常 用温和方式表达的途径 数字显示 从2009年至今 共有超过150名藏人在中国的藏区自焚抗议 其中以阿坝县巴生的次数最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四川阿坝上周末发生自焚抗议事件后 藏人行政中央星期五 为自焚者举行祈福法会表达哀悼与声援 驻外西藏官员就最新的自焚事件发表看法 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呼吁 学记者丹真发挥的报道 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年轻藏人多波 于本月4日在当地高呼口号 展开自焚抗议活动 成为2018年的第二位自焚藏人 也是阿坝县的第41位自焚者 印度达兰萨拉格尔登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 联络小组发言人洛桑易西 星期五向本台表示 多波营火自焚时高呼 其请达赖喇嘛尊者长久注视 愿能早日拜见尊严等口号 最终倒地身亡 这起自焚事件发生后 当局立即部署军警掩控 这时自焚者遗体是否被当局抬走 自焚者亲属是否受到牵连等情况 至今无从打听 据藏人行政中央网站消息 藏人行政中央于星期五 在达兰萨拉大朝寺 为最新自焚藏人多波举行欺负法会 内阁官职人员 议员及当地僧俗藏人参加 向自焚亡者表达了哀悼 祈福和声援 戴利司政宗教与文化部长 嘎玛格列在祈福会上代表内阁发言 谴责中国政府栽赃实施的铁碗高压政策 让境内局势更趋紧张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负责人 格桑兼参 星期五接受本台专访时 针对藏地自焚事件 谈及他的看法 凭起西藏境内再度发生自焚事件 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件事情 这在整个人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一个常理的一个活动 那么从2009年在西藏有150多名西藏人 以自焚的形式对中共的残酷统治进行抗争 这是因为中共对西藏的民族的打压 对西藏语言文化的摧残 对西藏人权的践踏 生活在西藏境内的藏人 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进行诉求 所以不得不走出这样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坑争的一个局面 格桑兼参呼吁中国当局拿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 放宽对藏政策 制止自焚事件再度发生 那我们认为中共政府对西藏的这种残酷的打压政策 对西藏文化的这种灭绝政策 最近再一次进行的所谓西藏宗教的中国化运动 和寺院里面进行的这些轻较运动 如果不能停止 以及中国对政治打压的喇嘛 和战略行政中央所提出的 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 没有一个善意的回应 那么西藏经历藏人的这种不满情绪 以及抗争活动还会继续发生 一旦发生一些自焚事件 中国政府不是掩盖 或者说采用打压的形式 还是真正拿出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可信办法 出点一个比较宽松的对战政策 才能停止这种自焚事件的发生 据介绍 自焚者多波中年23岁 是阿把州阿把县囚籍马乡 夏坤马村人 父亲名叫绝巴 母亲名叫赤烈吉 他已于数年前过世 多波生前 一直居住在旧父江阳扎巴的家 自有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单真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助理 执掌美国贸易和工业政策的经济学家 彼得·纳巴罗 星期五表示 因为中国过去从不遵守和美国的协议 所以即使双方达成了贸易协议 美国也很难相信中国会认真执行 今天本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周通电话进行交谈 似乎给外界以美中贸易纠纷降温的迹象 不过特朗普总统助理 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 并兼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 周五警告说 美国即使和中国在贸易方面达成协议 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真正执行 11月9号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在华盛顿举办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讨论会 并邀请纳瓦罗做主要演讲嘉宾 纳瓦罗表示 美国和许多国家都有贸易纠纷和相关的谈判 但和中国的谈判即使有结果 也很难保证会得到执行 我们和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 达成新的协议 我们很信任他们遵守协议 我们正在和日本和欧洲谈判 我们和世界上我们能信任的国家谈判 但是中国却和其他国家不同 他表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多项程度 在16年过渡期后却都没有实行 他还说2015年奥巴马任总统时 一位中国高官在华盛顿向美国做出两项承诺 一是南中国海人工岛礁非军事化 二是不会再对美国企业进行电脑黑客攻击 结果两年后中国在南海岛屿上武装到了牙齿 而由政府支持的对美国企业的电脑攻击 只停顿了六个月的时间 纳瓦罗是经济学家 他曾出版十本书 包括《致命中国》 该书揭示中国政府以全面而细致的政策 主导贸易和工业发展 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在周五的研讨会上 纳瓦罗展示了一张图表 列出了一份由美国多个部门共同研究得出的 中国产业赶超计划的七大策略和50种具体方法 包括不择手段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 中国和苏联式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都是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 都是受政府控制的 苏联经济一团糟 中国是如何做到盈利的呢 答案是他们进行偷窃 如果你能把世界各国的技术拿来 而不用花费别的企业 每年要花的20% 30%的研发经费 你就有了成本上的优势 区别就在这儿 他表示 全球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公平和公开 当有些国家刻意采取不平等政策 并且还暗中进行各种侵害行动的时候 保护本国的利益并非是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 而是一种正当的政府行为 因为经济的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当被问到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 是否能够为两国贸易纠纷定下一个大致的妥协方案 纳瓦罗表示 该问题由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决定 他们会根据美国的利益做出最佳判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内 广东 湖南 福建以及湖北等地 分别发生教会遭断水 驱赶 锁大门等多起逼迫事件 信徒无法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仪式 今天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各地家庭教会遭受政府逼迫进一步加剧 10月31日广州陶经路教会被当地公安宗教局人员 及街道办15人登门取缔 宗教局人员向该教会发出处罚通知书 指聚会场所未经批准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 予以究地解散 加入官方三次教会 公安还通过出租场地的业主 责令其停止租赁房屋给教会 三天后 位于潘渝区的圣经归正教会主任牧师黄晓宁 私下潘渝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及街道办事处查封的封条和巨断门锁 事后 包括他在内的实微信徒被带到派出所盘查数小时 黄晓宁本周五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开始说 当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就释放了七个 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就释放我 东辉弟兄和黄华弟兄 我们三个人 第二天 归正教会收到取缔教会和罚款五万元 行政服役决定书 黄晓宁说 他们没有公开审理 他们就这样书面决定寄给我 我们曾经向他们公开申请过要公开审理 他们没有公开审理 11月5号的时候礼拜一 教会的其他弟兄准备到卢班大楼酒楼去搞卫生 也有警察来威胁 上周日 湖南长沙市的火星教会也遭到公安阻止聚会 该教会不愿公开姓名的信徒说 当时来了20多位政府人员驱散这次聚会 信徒们返回教会后 发现教会的门牌被砸 门锁遭破坏 该教会就此发出牧者联署声明 三天后 公安将教会牧师张刚华带到排出所盘问其近两三年的活动情况 还警告该教会 必须登记加入三次教会 该抗议声明呼吁当局停止迫害教会 声明指内地基督教会被拆十字架 被迫挂国旗 以歌颂共产党是文革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 本周一 火星教会的大门又被恶意破坏 教会再次报警 但公安拒绝立案调查 据多位信徒告诉本台 近期在福建 湖北等地出现多起教会逼迫案 位于福州大学城的永福教会信徒林先生称 最近连续多日教会遭到公安 城管或街道办人员骚扰 近两个月该教会遭到八次冲击 聚会点被断电停水半个多月 另有武汉多名信徒对记者说 当局警告他们不得接受境外记者采访 一旦发现有人接受采访将依照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处理 记者在采访中对方要求不要披露他们的具体身份 浙江杭州一位要求匿名的基督徒对本台说 他们已经分散聚会但不会停止 不大会惧怕这样的打压的 如果只是说聚会的人说那肯定是会接受 因为有很多信徒他们本来就是在体制内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专制国家之内无论你在体制内体制外 基本上三制的对你的控制都是无孔不入的 上周二武汉市宗教局展开宗教场所专项整治行动 当局要求家庭教会签署承诺书 详细填写教会资料并要定期汇报教会的宗教活动 不得接受境外人员来教会讲道 境外人员参加宗教活动要及时向当局报告 据当地的基督教会人士表示 有关签署行动遭到教会抵制 但也有家庭教会选择妥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民及听众 现在自由亚洲电台隆重推出中文新闻的手机应用程序 您可以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 免费获得本台提供的以下新闻信息与服务 第一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几种语言和方言 第二文图并貌并有视频 支持后台音频播放 第三可在设置中选择代理服务器 绕过网路封锁 第四突发新闻显示 第五可在设置中选择低带宽模式 节省下载时间和数据成本 第六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 方便离线阅读收听和收看 第七可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 第八分享内容到脸书 推特电优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安卓用户可以在其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安装塞峰3翻墙软件 在设置中启动塞峰代理服务器即可绕过网络封锁 其塞峰软件可从以下链接获取 此外将还有更多功能及更新即将推出 欢迎您把建议以及实用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我们 我们的邮箱是 被香港政府拒绝续发工作签证的英国金融时报 亚洲新闻编辑马凯 星期四以游客身份入境香港又被拒绝 当地多个记者团体和民主派人士都认为事态严重 认为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他们促请香港当局对此事件做出公开解释 今天本台记者高峰的另一篇报道 金融时报报道 马凯星期四以旅客身份抵达香港 入境出职员向他查问数小时后拒绝他入境 马凯透过短讯回复正式报道 但不愿再评论 今年8月 马凯以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身份 主持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演讲 他的工作签证之后不获续签 金融时报表示 至今仍未收到当局的解释 已提出上诉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正处理有关上诉 但他拒绝进一步评论 只表示与新闻及言论自由无关 香港外国记者会表示感到震惊及困惑 认为事件令香港新闻工作者工作环境变得不明朗 受基本法保障自由的信心 或会被恐惧及自我审查取代 促请当局马上交代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艳婷也认为 事态严重 现在他就是用一个旅客的身份 也不能进来的时候 那个情况就让人越来越觉得 这个肯定是有一个政治的背景在内 给人家一个感觉就是 现在香港好像跟澳门 你这内地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其他人就会觉得 那是不是我以后拿着一个 用一个合法的身份来香港 也可以被拒绝 觉得你发出跟他不一样的声音 他就要惩罚你 香港的新闻从业园组织担心 连串事件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政治风险管理顾问邦恩格不排除 事件会影响国际企业对香港的看法 过去跟新加坡走比较 尤其是在媒体这方面 香港比新加坡是比较开放的 将来会不会影响到国际企业来香港 是亚太地区总部 这个是一定要关注 会不会真的影响到他们在香港投资 会不会把部分的员工 移到新加坡去 这个很难预测 不过邦恩格表示他对马凯不能进入香港 不感到意外 不管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人 你被拒绝拿到一个工作签证 然后不久以后想进来 我想不只是香港 可能是别的地方也会拒绝 如果是美国 外国人被拒绝签证 然后马上想使用另外一种签证或方式 比如说落地签证的方式进来可能会被拒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中国流亡意见作家马剑 在香港的讲座被取消仪式又有新发展 香港大馆星期五宣布 决定重新为马剑的两场文学交流会提供场地 大馆的总监发表声明表示 由于没有能够为马剑找到另外合适的场地举办讲座 加上马剑曾经公开表示 是以作家身份参加香港国际文学节讨论新书 无意利用大馆作为促进个人政治利益的平台 因此大馆方面愿意再次提供场地 让这次的活动按原计划进行 香港01新闻9号报道说 马剑对大馆的决定感到高兴 表示这是迈出宽容的一步 马剑早些时候曾经批评大馆 举办讲座的做法是政治审查 伤害侮辱了香港的读者 他还形容大馆是傀儡和传话筒 认为大馆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黑手 这个黑手可能是在赛马会之上 可以控制香港舆论和未来的团体 鉴于短短一周内 香港连续发生三起涉及言论自由受到打压的事件 香港艺术团体毕波亚 决定闭馆七天以示抗议 中国各地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 深圳近日有一些的业主因为资不抵债 唯有断供银行贷款 要降价三至七成拍卖 本周网上流传一份11月份和12月份 进行拍卖房产的名单 涵盖了罗湖福田等热门地区 不少都是价值上千万的豪宅 请您本台记者乔龙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各地方产价格和成交量持续下行 评级机构标普本周四报告称 中国内地9月份销售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 0.8%土地购置和房地产投资等其他领先指标 亦迎来近两年来的首次下滑 标普认为中国房价已处于顶峰 料2019年房价跌幅达5% 与此同时深圳二手房呈奔盘式下跌 本周四晚有房产中介在网上爆料 近日深圳一些中介和贷款人员 在推荐拍卖房产 并向客户发出了一份房源名单 列明了将于11月及12月拍卖的单位 一房产中介人说 这些房源都是被法院查封了的 因数量特别多 所以价格普遍 按市场价的七折起拍 有上千万元的豪宅降价六七百万元 在进行拍卖 还说拍卖的这些房产 主要是因为业主资不抵债而断供 被银行或债权人起诉 不得不拍卖房产 以还清债务 这份即将拍卖的房源信息表显示 将被以拍卖形式出售的 有福天区的东海国际中心二期 市场价一千二百万元的房屋 拍卖起价六百五十万元 近海花园二十五楼一单位市场价一千六百五十万元 拍卖起价九百八十万元 南山区新世界豪园二期别墅 市场价三千万元 拍卖起价一千四百三十二万元 深圳福天区一房地产中介 刘先生本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说 最近两个月房价在原有基础上 再下跌了超过一成 刘先生说 深圳房子升幅大 因此跌的也多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 10月份各地60%的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同时楼价以小幅降价为主 中国指数研究院11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其监测的40个主要城市 10月份成交面积环比下降5.91% 其中近六成城市环比下降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四座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约33% 广州降幅约58% 18个二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近5% 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北京经济学者胡新斗对本台表示 深圳的房价是中国许多城市的缩影 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需要住房 但是他们在目前的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很容易断供 那么房子被银行收回 这样的情况在那些房价极高城市很容易发生 胡新斗说 北京 上海的房价今年虽然下跌10%以上 但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度下跌 因为房地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 不过 近期却传出地方政府出手禁止降价 还要求业者涨回原价 大陆媒体报导 地方政府担心房价下跌 导致土地出让价格下跌 影响其财政收入 人民日报海外网微信公众号 侠客岛本周四深夜刊文 安徽合肥市近日传出某地方价每平方公尺将价6000元 房产局局长亲自前往视察 不久房价又回整 文章称 当地政府组织召开了一次降价未遂事件约谈会 停办上述开发商预售许可证 处罚4家合作银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美国数字媒体研究机构前不久发表的一则调查报告说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虚假信息泛滥 而假信息对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第一代移民产生的误导作用尤其严重 有评论人士就指出 实际上一部分微信用户本身既是假消息的消费者也是假新闻的制造者 详情 请听本台记者希望的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新闻评估》杂志前不久刊载 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研究人员张齿的一则调查报告 探讨微信上虚假信息的传播误导美国华裔移民的问题 报告指出 由于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关注的一些议题和事件报道缺乏 有关的不实消息很容易在微信中广泛传播 使微信成为不实信息发酵和传播的温床 例如 有关一名来自黎巴嫩的人在洛杉矶撞死一名跑步的华裔男子的消息 在微信上被说成是 这位黎巴嫩男子因为签证快要过期 为了利用美国庇护法中的漏洞而故意驾车撞人 因为这样他将可以继续待在美国 该耸人听闻的假信息在微信上广泛流传 一些人还义愤填膺地说 这位黎巴嫩人之所以仅仅被判两年 因为他撞死的人是华人 旅据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林苍舟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 人们在看微信上的信息时需要具有很强的鉴别能力 一些人热衷于制造和散发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 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 应该说微信包括其他的中文媒体上面 虚假信息非常多 需要有鉴别力的 你比如说前两年吧 纽约的警官比特梁无意中射杀了黑人 但是通过微信在美国动员了很多著名真相的发源 因为他们对最多少的东西其实也不完全了解 你要看台湾中国媒体其实非常多的虚假新闻 微信我觉得不例外 有些人当然为了吸引眼球才知道假新闻 但同时你要知道大陆的网络媒体审查非常严重 公民实验室做过这么一个报告 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网民自杀的弄取假新闻 另外一方面 差的过滤机制 有些真实的新闻被网管删掉 有些假新闻真正眼放置 真正眼放置 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的报告认为 正如其他网络信息平台一样 微信也是虚假政治信息的沃土 而且保守派观点在微信上更活跃 右翼英语媒体报道的信息更能获得广泛的传播 此外 与美国华人有关的移民群体中被政治化的热点话题 也在微信上被大量传播 报告还指出 微信上充斥煽动性和劣奇性新闻 给职业信息核查者纠正错误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美国攻读博士的中国学生谷毅表示 在微信上 右翼的内容更受赏识 而且微信的一些右翼信息比美国的极右网站上的信息还要极端 此外 很多微信用户实际上本身积极参与制造和传播不实信息的活动 他们并不是受害者 我想强调的就是 第一 微信和微博上的这些假新闻 不能把这些受众说成是受害者 因为他们既是受害者 更是制造者 传播者和享受者 第二点就是 中国社交媒体的这种争云 有受人种 难民 穆斯林这样的假新闻 事实上反映了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天见 当然 这也是强烈社交媒体选择性管制的结果 第三是 这些假新闻的背后有一部分华人右翼的政治 和一部分华人右翼的政治议程有关系 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的报告认为 解决微信上假信息弥漫的问题并不容易 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关键的第一步 对新闻工作者 政府部门和社团来说 微信可以成为联系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 个人和社群的一个管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 华盛顿报道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在马习会三周年 抛出所谓新三步 也就是不排除统一 不支持台独 不使用武力 此份言论引起现任总统蔡英文的强硬回击 9号她批评马英九的说法对台湾主权伤害非常大 让人有扯后腿的感觉 新天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9日出席第72届工业节大会 罕见地主动向媒体讲话 蔡英文表示 前总统马英九的新三步说法 作为现任总统 她必须要回应 蔡英文表示 马英九在三年前 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 台湾民众对马英九一向坚持的一中个表态度就有质疑 质疑马英九在会中有没有长期坚守一中个表的立场 她说 在马习会三周年纪念中 马英九的新三步说法又做出更大让步 是在错误时空下做出伤害台湾主权的事 中国在这一段时间对台湾的打压是非常多的 那么马前总统在这个当下说出新三步 其实对中国 对国际社会都送出了一个错误的讯息 那就是中国的打压是有效的 台湾人是会屈服的 蔡英文强调 中国在外交上买走台湾的邦交国 在国际体制的参与剥夺台湾的参与权利 在军事上以军舰军机绕台 也在台湾散布假讯息造成对立 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打压是延续而且不断的 这时最需要的就是台湾人民可以一致团结对外 马总统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恰当 那么也让人有那种扯后腿的感觉 马英九日前在马席会三周年举行的研讨会中提到 蔡英文不断强调维持现状 但日前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项民调却显示 支持两岸未来统一的比率超越了维持现状 马英九提出两岸政策心三不为 不排斥统一 不支持台独 不使用武力的原则 维持两岸和平发展现状对台湾才是最佳选择 马英九重申 九二共事 一中各表 并强调一中各表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不过蔡英文却重炮反击表示 周四她在高雄左营海军两艘派例及名传冯甲军舰成军典礼上 所说的三步 包括不要忘记守护台湾 不要放弃追求区域和平 不要忘记境外威胁 这不只是说给国军弟兄听 也是说给全国同胞听 更是提醒马前总统 作为前总统对于主权国家的责任 而马英九办公室周五下午发出新闻稿反批 蔡英文操作统独议题以东场手段来影响选举 实在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歌调令人遗憾 新闻稿指出 现在台湾最不需要的就是炒作统独和意识形态争议 蔡英文应该思考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回应民意 而不是因为选情告急就不惜掀起统独争议 撕裂台湾社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 亚太报道 致力于促进全球人权保护的奥斯陆自由论坛 首次在台北举行 多位与会者都认为 在台湾举行这样的论坛最合适不过了 因为台湾在争取民主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 今天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消息 奥斯陆自由论坛主办单位 人权基金会策略长阿雷克斯格拉德斯坦 在9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是长期致力实现民主的国家 而且为了突破困境 持续努力不曾停歇 所以决定选择在台湾举办 论坛的演讲者之一 也是俄罗斯知名的维权人士卡拉米尔扎也说 没有比台湾更适合举办奥斯陆自由论坛的地点 不仅因为台湾的民主 令许多维权人士羡慕 更在于台湾打破了民主 只适用于西方国家的刻板印象 让世人看到 亚洲也有这么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 台湾在民主自由的成功 可以说是区域的领导者 卡拉米尔扎在俄罗斯推广自由民主数十年 教育当地的人民投票的重要性不畏惧发生 曾遭遇几次的刺杀 卡拉米尔扎指出 同样的人民 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 因为政治体制不同 生活方式就非常不一样 重点不再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重点在政治体制 就像在不同的国家体系 有的可以生产出奔驰车 有的生产国产车 出生在埃及的小奥马瑞雪夫说 他出生在富足的家庭 自己曾是演员摩特尔 人生过得如梦幻般的美好 自从跟同性伴侣发展关系后 他收到许多的死亡威胁 暴力威胁 因此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乡埃及 也再没有回去 之后就致力推动LGBT 也就是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者的权益 小奥马瑞雪夫说 这次来台湾心中感到非常的兴奋 台湾不只在维护民主的价值体制上是领导者 在LGBT权益的维护上也可以成为领导者 10日将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台湾的演讲者 还包括揭露马来西亚贪腐政权的调查记者 凯利·卢卡瑟布朗 还有逃离朝鲜的脱北者池陈浩 日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普遍定期审查 针对多个国家质疑中国、新疆、西藏人权问题时 北京提交的国家报告 坚持走向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特色人权道路 将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柬埔寨 重量级维权人士莫淑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强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7号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台湾的学者的解读是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后 中国大陆只会在贸易上示好与退让 而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不会轻易让步 今天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日宣布 在对伊朗的相关制裁 有8个国家可以豁免 台湾是其中之一 此举挑起中国大陆敏感神经 根据中国大陆外交部8日发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7日在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波尔顿会面时特别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台湾的前主美代表沈吕巡九日指出 台湾问题很多时候只是过场 中国大陆和美国有各自一定要讲的话 沈吕巡说 尤其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后 弥漫反中情绪中 台湾问题显得更突出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则表示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电话之后 两人都期待在G20峰会再会晤 习近平也告诉特朗普 两国的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 王志胜认为可以看出 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对特朗普示好与让步 不过中国的妥协只局限在经济层面 国民党智库召集人林玉芳认为 从这一次共和党选举结果来看 特别是在农业州 即使农产品销售不佳 却仍愿意死心塌地支持特朗普 这个投票结果也等于肯定 特朗普对中国大陆态度强硬的做法 未来特朗普对中国大陆只会更强硬 以提高他个人神望 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表示 美国现在反中气氛强烈 连民主党对手都以反中做号召 反中与友台气氛弥漫美国国会 特朗普未来将会继续对大陆踩贸易战 遏止大陆科技发展 延缓一带一路 并且对大陆军事现代化设置路障 台湾在两强之间要小心行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上月底韩国大法院就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 作出日本企业必须赔偿的判决 对此日本外相连日来谴责韩国政府 认为韩国在1965年签署日韩基本条约之后 出尔反尔 今天本来特约记者刘水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事端勤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 对此韩国大法院上月底作出最终判决 判处日本企业新日帖资金对原告美人赔偿1亿韩元 相当于61万元人民币 对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立即回应 他表示 他说从国际法来说 这一判决是不可能成立的 日本政府将会毅然决然地与应对 日本外相荷野太郎也表示 他说这是全面否认 足见两国关系的法理根本 可以外相所说的法理根本 是指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 他指出 在韩国财政支出只有3亿美元的当时 日本根据条约交付了5亿美元 由此终结了对过去历史的问题 根据日本的说法 这5亿美元解决了慰安妇 和强征劳工等的所有历史问题 既然韩国政府接受了5亿美元 所有劳工的索赔 离当有韩国政府支付 从星期二开始 河野外相接连表示 韩国的行径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 所有与韩国合作的国家都会感到棘手 韩国的行径是粗暴的举动 也是挑衅行为 对此韩国的主张是 民主国家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 韩国政府作为行政府 无法干涉大法官的判决 对此日本领导人和政府的发言 在刺激韩国国民的情绪 这很令人担忧 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说 他说 我们作为邻国政府 对日本的发言 对日本的发言 在此表示严重的忧虑 我们期待 日本政府的说明和慎重决定 从日本的立场 所有过去的历史问题 至于强征劳工 韩国大法院的判决说 基本条约是韩日政府之间的 债权和债务关系的解决 并不包括对殖民统治的赔偿 韩国大法院长金命诸说 他说 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其 殖民统治的非法性 否认在这期间的强征和动员的赔偿责任 所以法院认为 韩日两国政府对于日本统治一事 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有点绕口的这句法律判决 大致的意思是 既然基本条约没有标记 在韩国和日本各自主张的期间 对于殖民统治的责任 法院就有权对索赔做判决 根据大法院的判决 除了未案复合强征劳工之外 所有殖民统治期间的强征和迫害 都可以通过司法起诉获得赔偿 这也证实日本外相连日反驳的背景 在韩国和日本各自主张的期间 两国外交关系极转直下 对于预定于本月举行的东盟峰会和亚太峰会 两国之间尚未商定 是否在这期间举行韩日首脑会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韩日双方似乎都不准备举行首脑会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流水 首尔报道 正在举行的中国珠海航展上 中国对外展示了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歼20 并进行了飞行表演 俄罗斯的媒体和专家则评论说 这款战斗机大量仿制了俄罗斯和美国的技术 今天本台特约记者刘新宇的报道 11月9日 是在中国珠海举行的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也被简称为珠海航展的首个观众开放日 当天 三架中国空军最新式多功能隐形战斗机 歼20进行了飞行表演 引起外界关注 因为这代表了中国航空军事科技的最前沿成果 不过 一些俄罗斯专家评论称 他们对歼20的表演很失望 俄罗斯塔斯社在11月9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题目为 勉强购到第五代 中国不断拷贝俄罗斯最好技术设计 而造出第五代战机 文章称 这并不是歼20第一次出现在珠海 但这次中方原计划让安装了国产涡扇新改进发动机的歼20进行飞行表演 但实际上进行表演的三架歼20战机 仍然安装着俄罗斯的AL-31F发动机 俄媒体分析说 这显示虽然北京对外宣称可以替代俄产品的国产涡扇发动机研制成功 但稳定性仍然无法达标 而AL-31发动机是苏联时期专门为苏两期战斗机设计的 安装这种老款发动机肯定无法令歼20达到第五代战机的要求 塔斯社的文章还写道 新型战机的设计并非完全是中国自己技术思想的成果 而是成功纺制了俄罗斯和美国的设计理念和技术 其中一些是非法获得的 俄罗斯政治军事评论人士康斯坦丁·杜舍诺夫对该问题评论说 他说 歼20拥有大量纺制或完全复制俄罗斯米格144实验机的技术 和美国第五代战斗机F22和F35的技术 但中国人也在进步 以前只是完全山寨拷贝和武器装备 但现在已经能够成功的把从多国拿来的技术拼凑到一起 俄罗斯国际航空沙龙马克斯名誉主席 俄联邦功勋士飞员俄罗斯英雄马加迈德·陶巴耶夫评论说 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的基础都是学习的苏俄技术 都是我们的设计思想 我们的技术基础和应用科学工艺 所以他自己没什么 也许只是增加改变了某些元素 他还表示 苏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被中国获得 在20世纪90年代是通过公开的政府间和企业间合作协议获得 后来他们就从俄罗斯购买了20到30架飞机 之后将我们的生产和技术转移到中国 陶巴耶夫还评论说 他们成功超越了吗 他们落后了 他们只拥有了更多的数量和落后的质量 因为我们没有给出最先进的技术 俄罗斯工薰飞行员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少将评论说 在同中方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的专家在许多方面给了他们巨大的帮助 但无论如何 有必要向中国合作伙伴致敬 他们大胆地拷贝国际先进国家的技术 再提取和创新一些技术和工程解决方案 这使他们能够追上那些突飞猛进的国家 这种学术抄袭也使他们获得了设计开发技术 组织和完善了他们的行业经验 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了 而塔斯社军事观察员维格多·利托维金评论说 毫无疑问 在中国他们已经能够山寨最好的军事装备样品 但我们必须记住一点 山寨货总是要比原装差一些 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于2017年3月列装中国空军 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是亚洲最先进的战斗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新宇综合报道 中国早在宋朝就发明了活版印刷 但是至今仍然有大量的书籍不能自由出版 中国更在汉朝就首创了造纸工艺 但是至今仍有无数的文章不准装丁成册 请各位在每个周末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 弥补古老文明的缺失 满足求知天性的饥渴 听众朋友 在这次的亚太报道结束之前 我们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顾问乔伊斯 星期四表示 中国攻击美国政府和企业的数据 违反了两国在2015年达成的 双边终止商业网络窃密协议 不过乔伊斯也承认 自从协议签署以来 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数量和次数大幅下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号对此回应表示 美方有关责任 美方的有关指责缺乏事实根据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 中美双方在2015年网络安全共识的基础上 开展了有效的交流和合作 华春莹同时 敦促美方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 2015年9月 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宣布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终止网络商业窃密上达成了共识 双方承诺 任何一方政府都不会蓄意支持 针对对方企业的网络窃取行为 但这一协议并没有提到 要避免传统式的以获取情报为目的的 政府对政府的网络间谍活动 美国政府部门估计 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 每年造成美国经济损失 约3000亿美元 美国上个星期采取了一系列 打击中国经济间谍的行为的措施 包括指控10名中国情报人员 国企福建进华公司 窃取美国商业秘密 美国与中国9号在华盛顿 举行了第二轮外交高层次的对话 旨在重新启动两国陷入僵局的关系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在美国国务院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面 路透社8号引述美国驻华大使 布兰斯塔德表示 预计双方代表将就朝鲜人权 在阿富汗及伊朗议题上的合作 还有中国化学毒品 芬泰尼泛滥美国市场等议题 进行开诚不公的对话 布兰斯塔德强调 美国希望与中国形成一种建设性的 注重实质关系的关系 美国只要求公平与互惠 并非要遏制中国 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次的亚太报道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宏伟 我是嘉远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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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